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太阳眼镜 夏天到了我不知道大家戴太阳眼镜的时间多不多 我个人的话是蛮喜欢太阳眼镜的 今天要跟大家非常全面的来讲讲 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 首先要讲一讲眼镜的尺寸 也就是这个眼镜该多大 这个是每一个人在买眼镜的时候 不论是像这样的光学镜 也就是我们讲的近视镜 或者是太阳眼镜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点 买眼镜的这个宽度很重要 眼镜的宽度一定要和我们的脸是一样宽 如果这个宽度不及我们的脸的话 很可能就会造成眼镜在我们脸的轮廓线的里面 看起来让我们的脸变大 现在每个人都觉得流行小脸 我们脸要看起来小一点更好看 再下来就是脸的长度 脸的长度影响我们选择眼镜的纵深 就是有的眼镜是属于比较扁的 有的眼镜的形状呢 它看起来是比较这个深度比较厚的 我们讲比较高的 如果你的脸呢比较长 那么我们选择要属于比较高的这种款 如果你的脸是比较短一点的脸的话 你可以选择扁一点的这个眼镜 它搭起来效果会好一些 重要的提醒就是眼镜千万不能戴太小 眼镜小了很容易让脸变得大 那当然我觉得还好 因为现在眼镜的大小随着时尚跟着走 那现在来说呢 太阳眼镜是趋向大 时髦的眼镜都非常的大 普通的这种光学镜呢 现在叫做中等 它不是处在最流行小的那个时候 也不是特别流行放大的 那大概是在中间 所以目前来讲 大家要选到符合自己大小的眼镜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困难的 太阳眼镜大小随时上改变 刚刚讲过了 因为确实曾经有一些时段 流行过非常小 然后非常细 狭窄型的那种太阳眼镜 我觉得一到那个流行 我们东方人就会非常的吃亏 怎么看都会觉得我们的脸显大 现在我们非常高兴 这波的流行是大型的太阳眼镜 我们来谈一谈太阳眼镜的形状 和我们的脸型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这个几乎也是所有的女生最重视的一个话题 首先呢 在这个地方想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中庸原理 那形象美学 大概来讲有两种理论 一个理论叫做呼应 用相似的形状去强调这个形状 如果你的脸是圆的 那么你的领口必须是圆的 眼镜最好也是圆的 身上的所有饰品最好都是圆的 只要是相似的形状 它就会让我们的脸型看起来更圆 这个理论其实在很多年大家是喜欢的 可是呢 我们东方人哦 我观察了一下 好像对于圆脸不是那么的喜欢 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脸太圆 是不是可以让人家看起来更瘦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改正你的这个脸型的话 用这个呼应理论可能会有反效果 因为呼应呢 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圆 除了这个呼应理论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修正理论 就是说用相反的形状去改正它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特别觉得 这套可能是有用 所以比如说圆脸的人 他就会选择戴方形的眼镜 穿方形的领口 耳环也选择方的 他想用不同的形状去修 可能看起来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脸不圆了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研究 我发现不管是呼应理论或者是修饰理论 其实都会让它看起来更加强调原来的形状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脸是圆的 你戴方眼镜是什么结果啊 我称为叫做道成强烈对比 所以各位想想看强烈对比 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脸反而显得更圆 如果你想要修饰你的脸型的话 可能这两套理论都不管用 所以后来我就研究出一个叫做中庸原理 简单讲就是避免的两极不要太相似 也不要太相反只有走到中间 它才能够和缓那个线条 所以对于圆脸跟方脸的人来讲 在选择眼镜的时候 他们要戴的眼镜是方圆形 就是看起来外轮廓有一点方的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线条是有点圆弧的 看起来不是圆的感觉 也不是那么方的感觉 会让人的脸型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 中庸原理可以用在不管是眼镜 视频 领口 各种修饰身材的地方 其实都管用 所以这边我提出来的就是方圆形的眼镜 它可以适合各种不同的脸型 如果你的脸比较窄的话 你可能比较幸运 因为各种的眼镜戴在你脸上 可能大小或者是形状来讲 都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各位你的脸不是很窄的话 真的不要难过 因为审美是有这种潮流的 那这一波的国际审美潮流 我已经流行小脸 我觉得有50年了 那还会不会继续流行我不知道 那所以呢 提醒大家 你不管是这个原来的脸有多大 你至少在发型是不是可以修饰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的脸稍微大了 其实可以用发型 像我这样子 稍微遮一下 就可以把你的脸修饰的看起来比较窄一点 就比较容易选眼镜了 眼镜还关系到我们的眉毛 眉毛如果是长得比较 我们称为叫做见眉 就是整个眉峰往上的话 那这样的明确的这种眉毛的形状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镜框呢 各位会的 因为如果你选的是那种 我们称为飞行员的眼镜 也有人叫它蛤蟆镜 就是这边是平的 然后你会看到你的眉毛这样子 你会发现眉毛的形状和眼镜的上轮廓 最好是吻合 它看起来会比较舒服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图片上给大家看看 现在时尚界流行的各种不同的眼镜 首先看的是方形的 那这里当然有的稍微方 有的非常方 越方的角度越明确的那种 事实上是比较挑人戴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属于偏方的 角度非常的明显 明星们不管是我们国内的明星国外的明星 有些人会选择戴这个方眼镜 方眼镜戴上去呢 看起来是不是显得蛮有个性的 尤其像这两副眼镜 镜框颜色比较深 这边有白色的方眼镜 还有那个更放大的方的眼镜 这些都是方形眼镜 如果你的脸比较圆 是不是戴方眼镜也会显得你的脸蛮圆的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圆形眼镜 坦白告诉各位不是太多 因为很多人现在也都知道了 如果脸圆戴个圆眼镜 那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圆的一塌糊涂 所以呢 我发现不管到哪一个品牌去 想要找圆形眼镜 其实都会比较稍微少一点 这边是各种不同的圆眼镜 大家看一下 圆眼镜戴起来什么感觉 那一位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脸很圆吧 因为这个圆眼镜的加持 使得他的脸看起来真的是更圆了 圆眼镜当然也有这种比较小的 看起来有点复古风 然后也有这种比较大的 我特别找到我们的大明星 很喜欢配戴各种不同的眼镜 大家觉得他戴圆眼镜 是不是他的最佳选择 各位喜欢吗 我看到各位怎么皱着眉头 好像不是他的最佳的状态 因为其实他的脸型不是圆脸 但他不是长形的脸 戴这个眼镜 我觉得稍微看起来 脸会显得变得比较圆一点 我特别选了三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接下来要举出 我称为叫做万用百搭款 经常有人问我说 老师我只要一副太阳镜 那么我该选什么样的眼镜 其实方圆形是我们的最佳的选择 实际上你都会看到一点圆弧的线条 也会看到一点点类似方形的轮廓 我在这边给大家选了好多的方圆线 有一些叫做偏方一点 有些是偏远一点 总而言之呢 他们都可以放在这个类别里头 可以找到好多好多这样的图 都是大家戴着方圆形的眼镜 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从包包里一拿出来 也是方圆形的眼镜 大家看出来上面这个弧度大一点 从眉心到这个眉毛 弧度大到一个程度有时候我们会叫它蝴蝶款 但是呢 由于下面的这个形状 这个线条是直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圆的 我们还是称它为方圆 这些都是方圆眼镜 非常普遍的被大家喜爱 这是有它绝对的理由的 因为它确实是非常的修饰脸型 很讨好 接下来来了一个很特别的 很有个性的叫猫眼 猫眼曾经有非常流行过 那我很高兴现在没有大流行猫眼 大家可以看出来猫眼的一个特质就是 它看起来上圆是有点点往上的 连下圆都是往上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到这边的线条 最重要就是从竞价的这个角到这个下圆 它整个都是往内收的 正好可以看一下我的眼镜 我这个眼镜也是一个猫眼 这个线条是往内斜的 可以看出来它的脸心有什么样的要求啊 你下巴要尖一点 你的脸得窄一点 否则的话 当你的眼镜的这个线条往内 可是你的脸确实在这里 看起来就会显得你脸大了 所以实际上猫眼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戴的眼镜 这是叫做个性版的猫眼 它看起来比较方 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朝上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线条是往内斜的 今年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出了好多这样子的眼镜 都被我把它归在猫眼类别 因为它的线条都是斜的 小房子眼镜 五角形长得很可爱 它这个线条上缘是往上的 然后呢 这两侧是往内斜的 算是一种猫眼的变异体 这又是一种很有个性的眼镜 叫飞行员 有人叫它蛤蟆镜 有一个品牌 一开始做的是男式的眼镜 大量用了这个款式 它的特色就是上面是平的 然后刚好和猫眼相反 它这里面的线条啊 往下垂的这种感觉 男士戴这个飞行员眼镜 比女士来讲比例要多很多 男士戴起来 我觉得蛮有个性的 女士戴飞行员 我觉得可能在装扮上 要选择的稍微中性一点 可能效果会更好 给大家看的就是眉毛问题 眉毛是往上扬的 而这个飞行员眼镜是平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这两个线条没有非常的吻合 另外这个以它的装扮来讲 大耳环配上大眼镜 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多 不过还好眼镜是会随时脱掉的 所以至少我看它的眉毛不成问题 这个眉毛出了一点小问题 比较大的飞行员眼镜 很靠近眉毛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眉型看起来也不像刚刚的往上扬 那这也是一个变异款的飞行员 现在还有一种叫做复古款 我很多身边的朋友 他们真的没有见过复古款 他们年纪没有那么大 不晓得这就是复到哪一个年代去了 像这个眼镜 上面有一点点方 下面是圆圆的 大约是在七十年前 我曾经看过我爸爸大学毕业的照片 就是戴着这种复古的眼镜 现在有好多这种复古款 这一类的复古款大家看出来它的特色就是 镜架的脚是从眼镜最上面的地方延伸出来的 不是在这个镜片的中间 另外细细的小小的这种每次看到这个眼镜 大家都想起了以前那个徐志摩的照片 戴着那种圆形的金丝边的眼镜 在戴这种眼镜的时候 尤其是镜视镜 你的服装必须看起来很时尚 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说 好像不是复古的感觉 会觉得你看起来有点古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有点古版的那种感觉 所以戴复古款的眼镜 反倒我们的衣服的时尚度很重要 这是方形的复古眼镜 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奇特造型 各种奇思妙想都可以发挥在我们的太阳镜上 天马行空 这些眼镜看起来蛮过瘾的 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们找了几张有趣的眼镜 哇好酷哦 真的很酷 我们的大明星经常被看到戴很多有趣的眼镜 两面不对称的哦 好可爱哦 接下来我们还跟大家聊一聊 镜框色彩怎么选 把它分成两类 有一类叫做中性色彩 也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黑色灰色咖啡色 那另外呢就是各种的彩色 那在选中性色的时候告诉各位 其实它是比较好搭配的 就是如果你不打算有好多太阳眼镜的话 那么很建议大家选择中性色的眼镜 选择彩色眼镜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服装啊 可能就要和你的眼镜去做搭配了 所以现在你看蓝色的眼镜配的是蓝的衣服 红的眼镜配的是衣服上有红色的花纹 这个眼镜也是比较特别的 是白底上面有爆纹的 它最适合搭配的就是白色的衣服 那或者有局部是白色的这个镜框 它的衣服里面也有一些白色的花纹 大家看一下红眼镜衣服上有红的花 那边的那一副呢 红眼镜似乎和它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相关性 在没有这种重复出现的情况下 这个红眼镜就会在人的脸上变成一个大焦点 就是比较稍微的突兀一点 我们会更希望寻求我们讲的重复出现 这才整合的效果 这个蓝眼镜和它的这个丝巾 做了很好的整合 上面有蓝色的 而这副金黄色的眼镜呢 和它的绿衣服似乎就比较没有相关性 所以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你选的是彩色的镜框的话 可能随时得搭配衣服 最后来跟大家谈谈眼镜片的色彩 眼镜片的色彩其实也是分成两种 这个叫彩色组的 这边有红的蓝的黄的绿的紫的 什么颜色都有 有一些人会选这种彩色眼镜 那有些人呢 可能会更加的理性一点 选择叫做深的中性色的镜片 我们是问过眼科的医师的 深的中性色的镜片 它是既好搭配服装 同时呢 也真正能够保护到眼睛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主要在看到的 大部分的太阳眼镜 还是以这样的镜片为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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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